人没了博二商圈结栋 或网美店200万顶让 看到这个装置艺术 和背后的旧仓库 有到过高雄玩的朋友 一眼就能看出 这里是热门景点博二艺术特区 以前是这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现在是这样 游客太少没人陪玩 猫咪闷得发慌也打起盹 苹果新网依据观光局资料统计发现 过去四年博二观光人次 都突破四百万人次 去年在寒流效应下 与2018年相比 更逆势提升3.7% 来到423.1万人次 然而今年寒流效应衰退 又遇到武汉肺炎重创 有客人次大幅下滑 过去停满游览车的停车场 现在一台游览车也没有 我本来想在这边逛一些 就是文青的东西 就很多店家都没有开 至少会有人走动吧 大概就都可以看到人 就都没有人来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不管是周边商家 或是打卡踩绘墙 都没什么人 战恶库里头也没人 都没有人 平常一天有来到10个吗 还是没有 我们都有做促销 网红名店卧台湾 战恶库店 日前也有传出顶浪消息 顶浪经为220万人 该店面占地达110平 唯一二楼餐厅形态 月租金为10万元 当初还赤资3500万装潢 记者试图询问相关细节 文化局对园区与厂馆店家 也有纾困方案 战恶库管理者 港区土地开发公司 对店家也有宽松方案 二月份我们对外的 其实家库库整体的营收 是下滑了6成左右 三月的话目前 大概是下滑大概5成左右 三月比今天的约 我们就已经先采取了取消保底 意思就是说它们有一个 最低营业的一个标准 福尔特区是近年来 高雄市府大力宣传的政绩 却不抵武汉肺炎疫情 整个大趴 周边也出现许多店面 代租或代售 政府在营造这种商圈的时候 能够把它跟附近整个周遭的 店面形态的这些类型 能够串联出来的话 那在整个区域的发展 它可能带来的帮助 会比较有效益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